嗨 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叫做 您真的了解交易亏损吗 交易亏损这个字呢 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难去接受的东西 也不想去探讨的东西 但是今天到底我们对这个交易亏损了解多少 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这个部分 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接受 不是了解 我们先不谈了解 我们想要问的问题是 其实你可以接受交易亏损吗 我想让你停留一个三秒钟的时间 或一个五秒钟的时间 真正去想这个部分 你可以接受吗 还有我用的那个字叫接受 你可以接受交易亏损吗 所以我们今天会进入重点 去探讨这个交易亏损 所以要不要开始之前 如果这个是你第一个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打开你的小铃铛 我的名字是婷婷 一如往常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免责声明 今天的内容全做要教育的用途没有任何的买与卖的一个建议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什么是交易亏损 其实我们对这个交易亏损到底明白多少 很多的我们我们其实对这个交易亏损是很逼迹的 因为我们生活之中就好像我们看戏 你喜欢看喜剧或者喜欢看那些好的结局的 如果坏的结局一般都不太会接受 所以一般我们这叫negative的部分 比较悲观的部分叫亏损的部分 很多人把交易亏损联想为悲观 但到底我们其实对交易亏损明白吗 所以简单来讲 避免你不明白的话 我们只讲一个很简单的部分 如果我们说交易亏损 其实交易亏损可以分很多种类 我相信之前我们有一个视频 有探讨有关这个交易亏损的种类 但是我今天不谈了 我讲一个最具体最直接的 就是交易亏损的其中一个部分 实际上的亏损 就是你的profit and loss 你是属于有loss的有亏损这一块 所以我们进一课题将着重探讨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的偶像应该是巴菲特吧 那很多人觉得说 巴菲特有一个看法是我向来都推崇的 它一个交易规则也是我们向来推崇的 或者是它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交易规则 是我们向来推崇的 那你知道是什么吗 它有一个很主要的交易规则 我相信如果我给你想一下 你没有想到我再给你看那个交易规则 你看一下你觉得 哦哦哦哦是这个交易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的交易规则是什么 你看到它的第一个交易规则叫 但是简单来讲它就是跟你讲 千万别亏钱 但是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呢 很多人就是很盲目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推崇巴菲特 一定要看他的看法 所以他的看法是对的 那我们先来探讨这个东西的解读先 我们别把这个东西看为看法是对还是错 你问我如果单纯看这个字眼上 那这个看法 我的看法肯定错的 但是我们需要解读 当它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是真的告诉你 就是你理解的交易亏损吗 就是说 千万不好亏钱 它是真的是这个道理吗 他所解答的东西 他所写的这个句子 具体在呈现着什么概念 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这句话 很多人的看法是觉得说 就是我不可以亏钱 交易里边我不可以亏钱 亏钱这个定义就像我跟你讲 亏钱是直接账面上的亏损的 就是我不可以亏钱 很多人的解读都是这样的 你不相信 你可以继续问一下 很多你去问他们 你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什么 就是不可以亏钱 但是其实它重点在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亏钱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工作要去做好 把这个亏钱尽量降到没有 或不亏钱 但是它其实背后想带出来 就是你尽量把你应该做的东西做好 比如分析 如果它是交易股票 它就跟你讲 你分析方面一定要分析好 小心你要购买公司的时候 你功课应该做足 所以我简单的 难过起来就是功课 或者你的交易系统把它做好 但是其实这个看法 交易里边是不会不亏钱的 我希望你今天一定要弄懂这个道理 就是很多这一句话 或者过去你们在交易里边 很多给你错误的讯息 你都觉得交易亏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或者是我们失败了 但是我今天想要让你从这个观点改变一下 交易亏钱到底是一个问题吗 交易亏钱到底是我们失败了没有 所以这个看法远远其实不是你字面上可以理解的 就是交易亏损这块 它只是跟你讲 你的功课应该把它做好来 所以交易亏损 在我们进入真正的交易亏损之前 我们来讲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交易系统过去的表现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交易系统我相信我已经谈了很多 我已经不谈了 所以交易系统简单来讲就是你的SOP 你的交易的方程式 或者你交易的步骤过去 你每次都有统一的步骤吗 那个字很重要叫统一的步骤 你过去有统一的步骤 出来的成绩 你知道它的表现怎样吗 我敢跟你担保 很多人在交易里边是对自己过去的表现是不知道的 其实你今天烧钱 很多人都跟人家讲烧钱是一个问题吗 华人也只能用那个字叫烧钱 其实烧钱是一个问题吗 不是 问题是当你烧钱之后 你并不知道你烧的钱是为了什么 那个才是问题 我重复哦 你烧钱绝对是必然的事 为什么我等一下跟你讲 但是重点是当你烧了钱之后 你知道这笔钱你怎么烧去 然后避免下一次再被烧 那个是最重要的 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把重点放错了 我们就觉得烧钱是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不是在烧钱 问题是你知道你整个过程之中怎么去烧这笔钱 这笔钱你烧了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是正常的烧钱呢 还是怎样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去判断 就像今天我们生病了 可能我们知道我们生病的起源 那还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生病了 我们就这样生病 可是我们再次生病 那我们到底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过程的部分 所以所有的系统你一定要去懂 而如果你真正知道的话 所有的系统如果可以拿到 50%的成功率 就是说 我们叫Winning Rate 你赢面 如果能够拿到50%或以上 那是属于很好的 因为很多系统 如果你真的去回车的话 你会发觉是低于50的 所以你可以拿到超过50% 那是属于很好的一个交易系统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有10个交易 5个交易是赚钱的 5个交易是亏钱的 可以理解吗 只是我们交易的5个交易 赚的钱是赚多少 5个交易亏的钱是亏多少 这个就有差别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亏损是交易中的一部分 我希望这一个点 你是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同时你是可以很清楚的去接受的 所以你以后当你有亏损的时候 不要把它看得很大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理解是 这笔钱我们是怎么亏出去的 我们是一定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懂 亏损是交易中的一部分 你避不了的它是必然的现象 就在今天我们掉头发是必然的现象 你的头发怎么再健康也好 你还是会掉头发 所以掉头发是我们人生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而亏损是交易中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亏损 那你肯定不适合做交易 但是亏损跟交易是分不开的 你一定要理解 而我们需要懂的来到交易的部分叫做 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东西 很多时候很多的我们很注重结果 亏损是一个结果 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成绩 我失败了因为我亏损了 但是其实这个是结果 但是交易里边 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交易的过程 重复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交易的过程 而不是它的结果 因为结果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但是过程是我们可以去掌控的 理解吗 所以过程的定义是什么 你有没有把你的交易系统设立好 你有没有把你整个交易系统做好来 每个过程之中 你理解它的整个交易系统是怎么去建立上来吗 这个是比较重要 那如果你对交易系统是没有概念 你想了解怎么去设立你自己的交易系统的话 你可以在链接那个部分 有一个链接 有一堂课 你可以去上 把你整个交易系统设立了之后 其他部分就容易处理了 所以我再次重复 交易之中 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实践它 而结果不是我们需要太过重视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重视 到底我们是赚钱还是亏钱 这个是结果 但是往往其实过程是最重要的 当你把这个过程处理好了之后 结果会跟着你的过程产生出成绩 我希望这堂课可以让你明白 交易亏损并不可怕 问题是我们在亏损这个部分 我们对它理解多少 而交易亏损是交易的一部分 它是不能够分割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接受它 而当你要去接受它的当额 其实是你要去理解什么是真的 交易亏损之后 你才能够好好去接受它 所以我希望今天课可以帮到你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打开你的小铃铛 我们下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